上禮拜有一个新闻是有一台这个客运呢 他的司机呢在这个国道上面开着 他一个结果他突然心脏病发 他是努力的把车子慢慢慢慢停到路边啊 救了乘客 16人都平安无事 结果呢自己却最后不幸身亡啊 而今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个 这个台中客运的司机了 他呢则是在开在国道上面的时候 突然血压飙高到190脑中风昏倒 其实两个人呢都有做健康检查 平常都没事 但是开车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这名的司机呢 当时坐在他后面的乘客 则是警觉发现说 车子怎么在异常的蛇形很奇怪 他马上就有反应了 帮忙司机把手刹车拉起来 司机以及车上的三名乘客 通通平安偷捆 台中客运停在国道上 乘客下车惊吻未定 帮帮帮帮帮你的拿走 幸好多亏这位乘客 机警看到驾驶不对劲赶紧接手开车 他人整个往左边 对 左边 就抽筋的样子 抽细就对了 你们当时在车上有没有吓一跳 我就站到前面就把他停下来 29号晚上6点左右 台中客运司机林冠良开在国道3号 突然双手战斗 后方乘客张胜觉得怪怪 赶紧问驾驶还好吗 接着问奖突然抽出昏倒 车子蛇情情况危急 当时时速高达80 张胜赶紧接手开车 慢慢把车子从内侧停放在外侧车道 不过驾驶送往医院昏迷指数4 人在加护病房 现在他比植物人的状况更不好 因为当时还要依赖呼吸器来呼吸 植物人是说他基本上还可以自己呼吸 他现在是这一部分的能力也受损 血压有时候我都会稍微高一点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对我定议他一定要做一次的警察 二次的警察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对我做 驾驶林冠良前不久才上了新闻版面 因为他不敢被诈骗5000元 便装守住待兔抓到嫌犯 同时说林冠良个性就是这么健毅勇为 但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幸运的是碰到好乘客接手开车 没有失控追撞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中天新闻韩志兴台中报导 中天新闻